FX168财经报社,香港训,周一8月20日,A股盘中在刷两年半低位,卫盘突然均卸板击,尤其是上证50指数强势护盘,有媒体报道,中国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扁盟会,向券商本习师征询对市场看法,今天早盘护身两时开盘走高,随后在金融股的护盘之下,A股一度上工。 但是无奈市场整体疲软,午后两只群线傻挫,创业板一度大跌2%,逼近尾盘,突然决定反击,三大股指斑红,量是成交量萎缩,暗示做多动能不足。 截至收盘,上证中指收盘报2698.47点,涨幅1.11%,成交额1140.48亿元。 创业板指数收盘报8414.15点,涨幅0.68%,成交额1506.95亿元。 创业板指数收盘报1445.69点,涨幅0.10%,成交额494.03亿元。 板块个股,板块方面,物客,国产软件,量子通信,租售同权,卫星导航,钢铁,券商,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。 医药,白酒等大白马股持续遭遇杀跌,个股方面,量是不到40股涨平,超过2100股上涨。 护身股通,截至15.01分,护股通每日额度520亿元,剩余479.91亿元,占并92%。 截至15.01分,深股通每日额度520亿元,剩余504.60亿元,占并96%。 护股通和深股通竞买40.09亿元和竞买入18.40亿元,累计竞流入58.49。 据彭博报道,根据彭博汇总数据,今月58.5亿元通过护股通和深股通流入中国A股,临时三个交易日资金净流入,自2018年6月4日以来最高资金净流入,当日进满入56.6亿元中国A股。 消息面,据中国政权报记者独家获悉,今天上午,证监会召集部分创商宏观分析师和策略分析师举行闭门会议,了解市场看法。 据悉,监管部门现场并未做任何表态。 此前,曾有媒体报道称,8月17日下午4点。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宇,教计证监会多个部门开会,分析当前股市局面,商讨应对之策。 中国政权报记者,从权威人士处确认,该消息微不实消息,证监会深夜辟谣,刘士宇主席教计多部门开会分析股市局面,微不实消息。 但今天上午,证监会向部分机构研究人士,证询的当前市场看法,说明当下的市场震道已经引起监管部门重视。 资金面 1.截至8月19日,上交所融资预额报5227.37亿元,较前一交易日,减少16.08亿元。 身交所融资预额报3412.57亿元,较前一交易日,减少19.52亿元。 量是合计8639.94亿元,较前一交易日,减少35.6亿元。 创2017年6月以来新低,二中国央行今日开展1200亿元以回购操作,今日污秘回购到期。 1.当日实现净投放1200亿元,为临时第三个交易日实现净投放。 创商观点 1.常将证券分析师宋忠庆指出,大家都看得明白,进去就是亏钱,所以最好就是等着。 市场最缺的是信心,没有赚钱效应,黑天鹅大处飞。 他说,现在只能说大盘已处于顶部区域,但这几颗处是地,很难预测,所以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等待观望。 2.分析人使称 不少投资者将护宗至2638,点十位重要心理支撑。 他们认为,一旦护宗指跌破该位置,下行空间将被打开。 大盘的震荡区间将鸣写下移。 中金策略团队最新报告指出, 近日,按自由流通市值,计算的A股市场日均换手率降至1.36%,创下距6年来新低。 近十年来指标到达并低于该值的情况只发生过两次,分别对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2年的欧战危机。 在短断利率已经大幅下行,政策调整力度不断加码的背景下,股市仍有如此惨淡的表现, 意味着投资者信心的严重匮乏。 交对,周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